根據二十九號最新的數據 全球已經施打超過五億劑的新冠病毒 疫苗 這讓歐盟推行疫苗護照的決心 是更加的堅定 最快今年六月中旬 就會實施歐盟健康認證的機制 而在羅馬尼亞 則是有一名高齡一百零四歲的人 瑞長者 在二十八號是接種完第二劑的疫苗 在年輕家族成員的攢輔下 高齡一百零四歲的 艾爾塔格老奶奶 二十八號前往羅馬尼亞首都 布加勒斯特的診所 完成輝瑞疫苗第二劑的接種 成為該國首都最年長的疫苗接種者 艾爾塔格老奶奶生於西元一九一六年 經歷過一九一八年的西班牙大流感 二十八號完成第二劑的疫苗接種後 完全沒有任何不適反應 羅馬尼亞一千九百萬人口 也有約兩百八十萬人接種過疫苗 至於塞爾維亞 由於還有多餘的AZ疫苗 政府宣布讓外國人免費施打 導致這幾天涌入大批鄰國 波士尼亞的民眾 甚至還有遠從德國跑來打疫苗的醫療人員 不過在斯洛伐克中立馬托維奇三月初在執政聯盟不知情的情況下偷偷訂購了兩百萬劑的俄國製 史普尼克疫苗 由於斯洛伐克是歐盟成員 歐盟並沒有授權使用俄國疫苗 經過三個星期的政治風暴 馬托維奇二十八號宣布請辭 並跟財政部長互換職務 根據英國牛津大學網站 用數據看世界二十九號的最新統計 全球至少已有一百五十個國家與地區 施打五億四千一百萬劑疫苗 歐盟內部市場委員布勒東二十八號表示 歐盟最快今年六月中旬 就會實施名為歐盟健康認證的機制 透過手機QR Code的掃描 顯示個人姓名等個資以及接種過哪種疫苗 相當於疫苗護照的概念 作為旅行移動的依據 他也保證到時候歐盟將有四點二一劑疫苗 讓想接種的民眾都有疫苗可打 希望達到群體免疫 振興夏季旅遊市場 公主新聞靖元請編譯